远期史上最强 免费 绝版 限定宠物来了 活动有时间限制 千万别错过了哟 大家好 我是一年三不留守 天都见识更新的远期二部主 游戏两家 远期骑士短午节版本将于6月6日正式上线 本次更新除了之前老转提到的新武器 新皮肤 以及新职业技能之外 自然少不了节日限定的专属活动 既然这次是短午节 那么活动的主题肯定离不开奏子这个话题了 那么这时候问题来了 官方又给大家准备了哪些有趣 好玩 以及丰富的奖励呢 接下来就请小伙伴和老人一起一探究竟吧 这次活动叫做纵统大作战 玩法居然有一些像远古赛季中的小小指挥官 玩家只要在管卡模式中使用各种配料 配上咱们的粽子宠物就可以了 每种配料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属性 以及后期的进化方向 每种性格的粽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攻击方式 例如狂野粽子就有召唤 猴舞严肃大大 超级一拳的能力哦 看这一击全屏的霸气表现 比咱们玩家本体都不很多 我一时都搞不清楚谁才是主角 总之粽子的风格很多 老人就不在这里剧透了 到时候正式登场 再给大家一些惊喜吧 本次的粽子活动 一颗之前的打铁结一样 通过获得指定道具 来兑换绝版奖励 而这些道具就是粽子业 击败活动中的关卡boss就能获得了 到来接下来小伙伴们又有的干了 各侧先顶活动 最新的老宅的奖励就有两个 一个是纵小的宠物 还有一把是蓝图武器 纵野强 各位新宠物 纵小的实力也很强 进入关卡后 它会随机变成一个口味的粽子 并且获得相应的增益 只不过它只有口味 没有风格哦 至于纵野强 它是一把元素武器 每次可连发三种不同的元素子弹 老宅对于这把武器的实力强不强 倒不是特别的关心 唯一让我觉得好玩的地方是 这把武器居然浓和纵小的宠物 产生连携效果 看样子这次凉屋 又给咱们整出了一些 前所未有的新花样 你呀 总是能够出点新花样 除此之外 像这些粽子花呀 还其他的材料之类的 大家能吞一些 就先吞一下吧 毕竟活动奖励的效率 还是比普通模式强太多的 那么今天咱们就先到这里吧 六月六日不见不散